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凤照破大寮 陳喬逸滴淚斬小卒 古風一首 大鵬九伏北冥旅 海運屯風九萬里 丈夫案劍居逢薅 時間譚笑英陽起 遠觀失政群神道 天下黎民思樂土 葬災一百八英雄 任合詩人聚三虎 宋綱義氣天下欺 學救謀略人鍾奇 折擊禽夫俱虎張 披肩執睿俊進建宜 蒙同戰艦還喘賴 劍擊短兵步山寨 三關步五太森嚴 萬聖民風 東區膽睡 為諸國道去貪殘 替天行道民盡安 只為忠貞同繳日 睡令天照降涼山 東風忽忽精蒲母 諸路偏偏動精鼓 黃風欲走遠雙斑 只泥敢以迎安撫 承恩張孝書沖程 墳香再拜朝玉經 天子龍顏洞起飾 諸侯激節歌聲平 便舟成下團囂騎 一生 深報國真家會 盡歸狼廟座清朝 萬古千秋上忠義 話說當年有大遼國王 起兵前來侵佔山後九州邊界 兵分四路移入劫魯山東 山西 搶掠河南 河北 各處周縣 新答表文 就請朝廷求救 先經書物院 然後得到御前 所有書物同貫同泰師塞經 太衛高求 楊展 相以納下表彰筆就 指示行而鄰近周府 吹傳各處 競調軍馬 前去拆應 正如丹雪田井一般 指示人皆盡之 指門著天子一個 適來四個拆臣設計 教書物同貫啟咒 張宋綱等 還要行陷害 不其那於屏風後轉出一圓大神來喝著 正是殿前都太畏縮原景 便向殿前啟咒道 閉下 宋綱這夥好漢方此歸降 百丹百人 恩同手足 義約同胞 他門決不肯便拆散分開 雖死不捨相離 如何今又要害他眾人性命 此背好漢 志勇非同小可 躺或城中翻變起來 將何解救 如之內可 見今遼國興兵十萬之眾 侵佔山後九州所屬願寺 各處申達表文求救 類似調兵前去徵找交鋒 如湯潑矮 賊勢浩大 所顯官軍 又無良賊可退 每每指示接兵選將 遺門閉下不咒 以臣如見 正好叉宋綱等全火梁章 布領所屬軍將人馬 直抵本境 修復遼國之賊 令此背好漢見功盡用 於國實有便益 微臣不敢自尊 刻請聖鑑 天子聽罷叔太衛所奏 龍顏大喜 循問縱官 驅然有理 天子大罵書物院同官等官 都事與等蠶令之徒 吾國之背 道然窒能 閉塞言路 識辭矯情 壞進朝廷大事 尤其是政府 姑蓄它是地性命倉ует 區貢亭神知足 bombing 得及光於到朝廷中 退去 enable 爭想一心簆気 mentions 屬閒事情倉 bust領語 Romania 掙訴蹺樊宿論稀宿 title zione筹訴icle 報告 Now 京先是选任全家之後 hips 福江君 champagne選領 拜謝君恩,開讀召斥,制約,信有天下,舉高徒兒四海涵服,湯有天下,舉伊韻兒萬民俱安。 朕至職位以來,任賢之心,縮夜眉台,近得宋綱等眾,順天護國,秉義全宗,如師大才,未易興任,今為遼兵侵境,易魯范邊。 戚家宋綱為破遼兵馬刀先鋒使,盧俊義為副先鋒。其餘軍將,如奪頭弓,表身奏文,兩家官爵。 袖統所捕軍馬,黑日興師,食底巢月,佛罪吊文,訴清邊界。所過周府,令戚應付錢良。如有隨處官吏人等,不遵將令者,適從便益處置。 故知濟事,想而知悉。宣和四年夏月日,當下宋綱、盧俊義等,貴廷照斥以罷,眾皆大喜。 宋綱等拜謝叔太惠道,某等眾人,正欲如此與國家出力,立功立業,以為忠臣。 甘得太惠恩相歷次保咒,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撲朝天皇陵位,未曾安躁。 亦有國家老小家眷,未曾發送還鄉。所有承援,未曾插毀。戰船亦未曾將來。 有凡恩相提咒,黑降聖子,寬限秦日,橫山鳥此素士,整頓戲具槍刀甲馬,便當盡忠報國。 宋綱太惠聽罷大喜,回奏天子,即降聖子,戚賜賦內取金一千兩,銀五千兩,採斷五千匹,班次重將。 就令太惠於父藏關之,虛行形表散與重將,原有老小姐,賞賜給父與老小,養善終身。 原無老小姐,給父本身,自行收受。宋綱奉斥謝恩以不,給散眾人收藏。 宋太惠回朝,吩咐宋綱道,將軍橫山,可速去快來。 先使人報之下官,不可遲誤。 有師為證,兵陣堂堂已受降,令神潛地害忠良。 宋公曆就精嬌老,似得孤中踏廟郎。 再說宋綱最重商議,所帶還山人數是誰。 宋綱與同軍師吳用,公孫勝,林聰,劉堂,道千,宋萬,朱桂,宋青,遠家三弟兄,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 其餘大隊人馬,都徐勞先鋒在京師團摘。 宋綱與吳用,公孫勝等,於露無話。 回到梁三撲中二堂上座下,便傳將令,教各家老小眷屬,收拾行李,準備起程。 一面叫宋綱朱陽生口,香足淺馬,濟獻朝天王。 然後墳化靈牌,做個匯眾的賢席,管代重將。 隨即將各家老小,各各送回原所周縣,上車乘馬,驅已去了。 然後教自家莊客,宋老小送太公並家眷人口,再回運成縣宋家村,復為良民。 隨即叫遠家三弟兄,簡選合用船隻。 其餘不堪用的小船,進行吸散與附近居民收用。 山中應有屋與房舍,任從居民搬拆。 三關承援,中二等屋,進行拆毀。 一應事務,整理意料,收拾人馬,火速還經。 一路無話,早到東京。 盧俊義等接至大寨。 先使燕青入城,報知宋太衞。 要持天子,引領大兵起程。 宋太衞見報,入內奏知天子。 此日,引領宋剛於武英殿朝見。 天子龍顏恩月,赤酒以霸,玉音問道,興等憂詞道途拔涉,軍馬驅馳,與寡人精魯破寮,早奏海哥而回。 朕當仲家陸勇,其中帳校,亮宮家著,興脈苔言。 宋剛叩頭清謝,端簡啟咒,神乃匹灰小利,誤犯迎典,留帝江舟,最後狂言,臨迎棄史。 而,重力救之,無處逃避。 遂乃潛身水泊,苟然眉命。 所犯罪惡,萬死難逃。 今蒙聖上歡恕修禄,大夫曠蕩之恩,得蒙赦免本罪。 神披肝力膽,尚不能保報皇上之恩。 今奉照命,敢不揭力盡忠,死而後矣。 天子大喜,再次遇走,教取苗金著話弓箭一副,明馬一匹,全副安備,寶刀一口,賜與宋剛。 宋剛叩手謝恩,慈必出內。 將領天子遇刺寶刀安馬弓箭,就帶回迎。 全令諸君張孝,準備起行。 且說徽宗天子遲早令宿泰衛傳下聖子,教宗書省遠官議員,就陳喬亦與宋剛先鋒號爐三軍。 每名軍事走一平,欲一根,對眾官之,無得黑減。 宋書省得了聖子,一面連禁曉夜整頓走肉,差官議員,前去吸散。 再說宋剛全令諸君,便與軍師吳用繼耳,將軍馬分作以起進程。 令五虎八標章,引軍先行。十標記章在後。 宋剛,盧俊義,吳用,公孫勝,統領中軍。 水軍頭領三縣,李進,張橫,張順,大領同威,同猛,孟康,黃定六,並水手頭目人等,參加戰船,至塞河內出黃河,頭北進發。 宋剛吹盞三軍,取陳喬亦大路而進。 浩令軍將,無得動搖鄉民。有師為征,招搖聲配出天經,受命尊師是遠征。 虎視龍雙從此去,區區北魯等閒平。且說宋書省叉道二元相官,在陳喬亦給散酒肉,賞爐三軍。 誰想這夥官員,貪爛無厭,信思作弊,黑減酒肉。都是那等殘令之徒,貪愛賄賂的人,卻將預刺的官酒,每瓶黑減只有半瓶,肉一斤,黑減六兩。 前隊軍馬,進行吸散過了,後軍散到一隊造軍之中,都是頭上黑規,心披懸甲,卻是項衝,你滾所管的牌手。 那軍看中一個軍校,接得酒肉過來看時,手指半瓶,肉指十兩,指著相官馬道,都是你這等好利之徒,壞了朝廷欣賞。 相官學道,我怎得是好利之徒,那軍校道,皇帝刺眼一瓶酒,一斤肉,你都黑減了。 不是我們爭嘴,堪恨你者斯門無道理,罰面上去刮金,相官馬道,你者大膽,寡不盡殺不絕的賊,良三撲反聖上不改,軍校大怒,把者酒和肉劈臉都打將去。 相官學道,捉下這個潑賊,那軍校就團排邊際出刀來,相官只著手大馬道,葉賺草扣,拔都敢殺誰。 軍校道,眼在梁山撲時,強似你的好漢,被我殺了萬千。 良你者等莊官,何足道哉?相官學道,你敢殺我。 那軍校走入一步,手起一刀飛去,正宗相官臉上剁著,撲地倒了。 眾人發聲哭,都走了。那軍漢又趕將入來,再剁了幾刀,眼見的不能勾活了。 眾軍漢促著了不肯。當下漢衝,你滾飛步宋綱。 宋綱聽的大經,便與吾用相耳,此事如之內可。 吾學舊道,省院官甚是不起我等,今又做出這件事來,正宗了他的機會。 只可先把那軍校斬首號令,一面申服省院,立兵聽罪。 急急可叫大宗,宴清悄悄進城,被誓告之叔太惠。 凡他預先就之委曲,令中書省院残害不得,方寶無事。 宋綱計已定了,飛馬親到陳橋翼邊。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 宋綱自令人於管役內,搬出酒獄,賞爐三軍。 到較進前,卻換者軍校直到管役中,問其情節。 那軍校答道,他千梁三撲反賊,萬梁三撲反賊,萬門殺寡不盡,因此一時盛起殺了他,尊待將軍聽罪。 宋綱道,他是朝廷命官,我押自據他,你如何便把他來殺了? 須是要連累我等眾人。 反如今方此奉召去破大寮,未曾見尺寸之宮,倒做下者等的勾當,如之內可。 那軍校叩首服死? 宋綱哭道,我自從上梁三撲以來,大小兄弟,不曾壞了一個。 今日一身入官,事不由我,當守法律,雖是你強氣未滅,使不得舊時性格。 這軍校道,小人只是服死。 宋綱令那軍校痛飲一醉,教他樹下毅死。 卻斬頭來毫令,將雙官私守,被官國盛處,然後動文書申請中書省遠。 遠官都已知了,不在話下。 有私為證,克減官人不自修,被人都陷一身憂。 宋綱軍令多嚴肅,流淚軍前斬出頭。 在說大宗,燕清潛地進城,經到宿泰衛府內,被細數之沖程。 當晚,宿泰衛入內,將上項時無咒之天子。 此日,皇上於文德殿徹朝,龍流鎮鼓,奉閣明宗,殿下正邊三下響,階前文武兩班齊。 當有宗書省遠官出班啟咒,新鋼將宋綱布下兵桌,殺死省遠叉去監散酒肉命官一員,黑聖子拿問。 天子若,寡人代不毀你省遠來,是卻該你者衙門。 蓋恩偉用不得其人,以致惹喜事端,賞軍酒肉,必然大破小用。 梁山君是虛壽其名,以致如此。 省遠等官又就道,御酒之物,誰敢黑減。 時時天威震怒,渴道,寡人以致差人暗行體察,心之避世。 以等上至巧言令式,對陣之吾。寡人遇刺之酒,一瓶黑減半瓶,刺肉一斤,只有十兩。 以致壯士一怒,目前流血。天子渴問,正范安在。 省遠官就道,宋江已致將本范斬首號令示眾,申請本院,立兵聽罪。 天子若,他的斬了正范軍事,代報聽罪。 宋江禁止不嫌之罪,權且紀錄,代破遼回日,兩宮理會。省遠官勿然無然而退。 天子當時傳指,差官前去吹督宋江提兵前去。所殺軍校,就於陳橋亦囂首示眾。 卻說宋江正在陳橋亦立兵聽罪,只見架上叉官來到,著宋江等進兵精了。違反軍校,囂首示眾。 宋江借恩以筆,將軍校首級掛於陳橋亦號令,將屍埋了。宋江大哭一場,誰淚賞馬,提兵望不移進。 每日兵行六十里,紮營下債。鎖過周縣,秋毫無犯。 沿路無話,將次相近大遼境界,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已道,即日遼兵分作四路,侵犯大宋州郡。 我等分兵前去征討的士,只打城池的士。不用道,若是分兵前去,內圓地廣人稀,首尾不能夠應。不如指示打他幾個城池,去再商量。 若還攻擊的緊,他自然收兵。宋江道,軍師此計甚高。隨即換過段景著來吩咐道,你走北路甚熟,你可引領軍馬前進。 近的士甚周縣,斷景著稟道,前面便是潭州,正是遼國緊要喊口,有條水路,港岔最深,換造路水,團團繞著城池。 這路水直通為何,須用戰船精進,而先盞水軍頭領船隻到了,然後水陸並進,船騎相連,可取潭州。 宋江聽罷,便使大宗吹盞水軍頭領李進等,曉夜盞船至路水取齊。 卻說宋江整點人馬水軍船隻,約會日期,水陸並行,殺頭潭州來。 且說潭州城內守把城池翻官,卻是遼國洞先士郎撥緊相攻。 手下四元猛章,一個換造阿里奇,一個換造咬兒圍腔,一個換造楚明玉,一個換造曹明濟。 此四元戰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 民之宋朝叉宋江全火到來,一面寫表新奏郎主,一面關布鄰近繼州,霸州,獨州,紅州求救,一面調兵出成營敵。 便差阿里奇,楚明玉兩個,隱兵三萬,遲了總兵侍郎,領兵出戰。 且說大都關聖在於前步先鋒,隱軍殺近譚州所屬墨雲願來。 原官民的非暴雨兩個翻章,說道,宋朝軍馬大章其號,乃是梁三撲身受招安宋江這火。 阿里奇聽了,笑道,既是這火草叩,何足道哉。 全令教翻兵集點已了,來日出墨雲願與宋江交鋒。 此日宋江聽報遼兵來近,即時傳令諸軍將士,首先交鋒,要看過頭細,又要失之脫節。 仲將德令,因然披掛上馬。宋江,盧俊義區各容莊慣大,親在軍前監戰,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黑洞洞地遮天壁地,都是造雕旗。 兩下齊把功佬射著陣腳,只見對陣造棋開竄,正中間捧出一圓翻章,騎著一匹踏馬,彎彎踢跳。 宋江看哪翻章時,枕山打扮,但見,戴一頂三叉子金罐,罐口內山兩斤字尾。 穿一領襯甲白羅袍,袍貝尚獸三個鳳凰。 披一副連環奔鐵海,是一條陷寶絲蠻帶,穿一對雲巾鷹爪虛,掛一條護巷銷柑,帶一張穿或鐵胎弓,圓一湖凋零批紫箭。 手匿梨花點鋼槍,塑騎銀色拳花馬,那番官面白純紅,碎黃眼壁,身長九尺,力敵萬人。 其號上寫的分明,大寮箭張亞里奇,宋江看了,與朱章道,此番章不可輕敵。 然未絕,金槍守徐寧出戰,橫著勾簾槍,少座下馬,直臨陣前。 番章亞里奇見了,大馬道,宋朝合拜,命草構為帳。 錦來侵犯大國,尚不知死,徐寧渴道,玉國小章,錦出惠言。 兩軍納喊,徐寧與阿里奇搶盜該心交戰,兩馬相逢,手中兵器並舉。 二章鬥不過三十餘合,徐寧敵不住翻章,望本陣便走。 花榮急取弓箭在手,哪番章正趕將來,張青又早按住安,探手去錦袋內取個石子,看著番章教親,照面門上指一石子。 卻似流星飛聚,腦戰離言,正宗亞里奇左眼,番筋斗落於馬下。 這女花榮,林聰,秦明,索超四張齊出,先搶了哪匹好馬,活足了阿里奇歸陣。 扶張楚明玉見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去救時,被宋綱帶隊軍馬前後掩殺將來,就棄了密魂怨,大敗虧書,崩壇周來。 宋綱且不追趕,就在密魂怨團紮下刑,看翻張阿里奇時,打破眉梢,損其一目,腐痛身死。 宋綱全令,教靶翻官司骸消化,公職保上標寫張青第一宮。 就將阿里奇連環奔鐵海,出百里花窗,陷保斯盲帶,銀色拳花馬,並剋蒲公箭,都刺了張青。 時日,且就密魂怨中,仲皆作賀,徹宴飲酒,不在話下。 有詩遺症,大遼潤毀非天命,淚仲狼湖購北疆。 阿里可憐無勇略,交鋒時下一身亡。 次日,宋綱升將,全令起軍,調兵遣將,都尼密魂怨,直抵壇周來。 卻說譚舟洞仙侍郎,聽的布來,折了一元主將,兼閉城門,不出迎敵。 由聽的布有水軍戰船在於城下,誰哪忍中翻張上城觀看。 只見宋綱陣中猛張,搖其納陷,搖武揚威,匿戰施殺。 洞仙侍郎見了,說道,此此,怎不輸了小將軍阿里奇。 當下父將楚明玉搭應道,小將軍那女是書與那師。 盲兵先輸了,板小將軍趕張過去,被那女一個穿綠的盲子一石子打下馬去。 那師隊女四個盲子四條槍,便來存住了。 板者逼雙措手不及,以此書與他了。 洞仙侍郎道,哪個打石子的盲子枕地無樣。 左右有認得的紫著雪道,城下逆哪個大青包巾,見金匹著小將軍的衣甲,騎著小將軍的馬,哪個便是。 洞仙侍郎攀著女牆邊看時,只見張青以至先見了,斬馬向前,見一石子飛來。 左右齊叫一聲躲時,哪石子早從洞仙侍郎當耳筋邊擦過,把二輪擦了一片皮。 洞仙侍郎負通道,這個盲子直者般利害。 下城來一面寫表身袖大遼郎主,一面行報外景各州提備。 卻說宋綱引兵在城下,一連打了三五日,不能取勝。 再引軍馬回密魂縣團主,將中座下,繼已破城之策,只見大中報來,取倒水軍頭領,乘架戰船,都到露水。 宋綱便換李進等到中軍商議,著大中全令下去。 李進等都到密魂縣中,將前參見宋綱。 宋綱道,今次施殺,不比在梁山樸時,可要先探水勢深淺,然後方可進兵。 我看這條路水,水勢慎急,躺或一失,難以救應。 以等可而止勢,不可托大。 將船隻蓋伏的好著,只扮作運梁船相似。 你等頭領各大暗氣,潛伏於船內。 只著三五人撐架搖老,岸上著兩人軒逸,一步步捱到城下,把船撲在兩岸,代我這女進兵。 城中之道,必開水門來搶糧船。 以等復兵卻起,奪他水門,可成大功。 李進等聽令去了。 只見探水小校報道,西北上有一標軍馬,捲殺而來,都打著做丟棋,約有一萬餘人,望壇周來了。 吾用道,必是遼國調來救兵。 我這女先插幾張難折施殺,殺的省時,免令城中得他壯膽。 宋剛便差張清,董平,關聖,林聰,各大十數個小頭領,五千軍馬,飛奔前來。 原來大遼浪主民之說是梁山撲宋剛這火好漢,領兵殺至潭州,為了城子,特差這兩個王侄,前來救應。 一個換做爺律國真,一個換做國寶,兩個乃是遼國上章,又是王侄,皆有萬夫不當之勇。 引起一萬番軍,來救潭州。看看至近,迎著送兵。 兩邊擺開陣勢,兩元番章一起出馬,都一般打扮。 但見,頭戴莊金陷寶三叉紫金罐,身披錦邊珠陷鎖紫黃金海。 身上猩猩血染戰紅袍,袍上斑斑錦織金刺刁。 要是白玉戴,背插斧頭牌。 左邊袋內插刁弓,右手戶中全硬戰。 手中匿象二六尋槍,坐下騎九尺銀鐘馬。 哪番章是帝兄兩個,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槍。 送兵迎著,擺開陣勢。 雙槍將董平出馬,勵聲高叫,兩者甚處犯官。 哪爺律國真大怒,渴道,水蛙草購,敢來犯吾大國,倒問哪哪裏來的。 董平也不再問,約馬挺槍直搶爺律國真。 哪番官連笑的將軍,棄勝正剛,哪裏肯搖人一步,挺起槍槍直迎過來。 二馬相交,三槍亂舉。 二張正在精塵影女,殺氣從中,使雙槍的另有槍法,使單槍的各有神機。 兩個鬥過五十合,不分勝敗。 哪爺律國保見哥哥戰了許多時,恐怕力脅,就中軍西起羅來。 爺律國真正鬥到熱處,聽的明羅,急要脫身,被董平兩條槍攪住,哪裏肯放。 爺律國真此時心亡,槍法慢了聲,被董平右手逼過六尋槍,使起左手槍來,望翻張項跟上指一槍,索個正著。 可憐爺律國真金官倒闊,兩腳登空,落於馬下。 兄弟爺律國保看見哥哥落馬,便搶出陣來,一騎馬一條槍,奔來救取。 送兵陣上,末雨戰將清見他過來,者女哪得放空,在馬上約住梨花槍,探子手去錦袋內捏出一個石紙。 那石紙百發百中,把馬一拍,飛出陣前。 說時遲,那時快,者爺律國保飛也此來,將清迎頭撲張去,兩騎馬甲不得十來像遠近。 翻張不提防,指導他來交戰。 只見張清手起,喝聲道,著。 那石紙望爺律國保面上打個正著,翻跟斗落馬。 關聖,臨沖勇兵掩殺,遼兵無主,東西亂串,指一陣殺散遼兵萬魚人馬。 把兩個番官全副安馬,兩面金牌,收拾寶冠袍甲,迎割下兩伙首級。 當時奪了戰馬一千餘匹,解道密魂願來,見宋剛獻立。 宋剛大喜,上爐三軍,書寫董平,相稱第二宮,等打破壇州一拼申就。 宋剛宇吾用商議,到晚寫下軍帖,插調臨沖,關聖引領一標軍馬,從西北上去取壇州,再調呼賢卓,董平也引一標軍馬,從東北上進發,卻教盧進二人一標軍馬,從西南上取路進兵。 我等中軍,從東南上進發,指聽的炮響,一起進發,卻叉炮守寧鎮,黑旋鋒李葵,運勢魔王范瑞,喪門神鮑玉,並排首項衝,李滾,將大滾排軍一千餘人,直至城下,施放豪炮。 至二更為奇,水陸並進,各路軍兵,都要適應。號令以下,諸軍各國準備取城,且說洞仙侍郎正在壇州堅守,尊望救兵到來。 卻有王侄敗殘人馬,逃命奔入城中,被誓告說,兩個王侄大王,耶律國真被個史雙槍的害了,耶律國寶被個大青包巾的史石子打下馬來拿去。 洞仙侍郎跌腳馬道,又是這蠻子,不爭損了二位王侄,較眼有甚面目去見狼主。拿著哪個青包巾的蠻子時,碎碎的割哪屍。 至晚,翻兵步洞仙侍郎道,路水河內有五七八隻糧船撲在兩岸,遠遠處又有軍馬來也。 洞仙侍郎聽了道,那蠻子不適眼的水路,錯把糧船直行到這裏。 岸上人馬一定是來尋糧船,便叉三元番張楚明玉,曹明濟,咬而圍康前來吩咐道,那宋剛等蠻子,今晚又調許多人馬來也。 卻有若干糧船在眼河裏,可教咬而圍康引一千軍馬出城衝突,卻教楚明玉,曹明濟開放水門,從緊流裏放船出去,三亭之內,折他二亭糧船也好,便是與等幹大公也。 不知成敗何語,有思為證,妙算從來莢不同,譚舟成下列蒙童。 侍郎不惜兵加義,反自開門把路通,再說宋剛人馬,當晚黃昏左側,李葵,范碎為首,將引步兵,再乘下大馬翻人。 洞仙侍郎叫咬而圍康吹棧軍馬,出城衝殺,城門開處,放下吊橋,遼兵出城。 卻說李葵,范碎,鮑玉,漢衝,李滾五個好漢,引一千步軍,盡視罕用刀牌手,受吊橋邊衝住,翻軍人馬那裡能勾出的城來。 凌鎮卻在軍中搭起炮架,準備放炮,只等時後來到。 由他城上放箭,是有牌手左右遮底著,鮑玉卻在後面立喊,雖是一千餘人,卻有萬餘人的氣象。 洞仙侍郎在城中見軍馬衝突不出,急叫楚明玉,曹明濟開了水門搶船。 此時宋剛水軍頭領,都已先自伏在船中準備,未曾動線。 見他水門開了,一片片攪起雜板,放出戰船來。 凌鎮得了消息,便先點起一個風火炮來。 炮聲響處,兩邊戰船私營將來,抵敵翻船。 左邊湧出李進、張環、張順,搖動戰船殺來,右邊湧出軟家三弟兄,使爵戰船,殺入翻船隊裡。 翻張楚明玉,曹明濟見戰船踴躍而來,抵敵不住,料到有埋伏軍兵,急待要回船,早被這女水手軍兵都跳過船來,只得上岸而走。 宋江水軍那六個頭領,先搶了水門,管門翻張,殺的殺了,走的走了,者楚明玉,曹明濟各自逃生去了。 水門上預先一把火起,凌鎮又放一個車箱炮來,那炮直飛在半天裡響。 洞仙侍郎聽的火炮連天聲響,嚇的魂不附體,李逵、販碎、暴玉引領排首項衝,李滾等眾,直殺入城。 洞仙侍郎和咬移為康在城中看見城門已都被奪了,又見四路送兵人馬一起都殺到來,只得上馬,欺了城池,出北門便走。 未及二里,正葬着大刀关性,炮子头临冲两圆上将拦住去路。 洞仙侍郎枕生奈何,只得教咬而为康到此刑敌。 正是,天罗密布难移布,地网高将枕脱身。 毕竟洞仙侍郎枕生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除了高层刑之沿逆、毕竟洞仙侍郎犯。 公园均洞仙侍郎枕生畏锏的套路。